这个宏都拉斯要跟这个中国的建交 那么德国之声报导说 台湾政府早就知情 但是没有作为 我们昨天在第一时间呢 也特别分析了 哦 所以原来我们早就知道了 可是呢 现在要问的是 这个到底会跟什么有关系 为什么这个时候宏都拉斯 要宣布这件事情 结果你看 有很多的绿营的人士 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强调了 第一是因为蔡英文要访美 第二是跟赖清德 宣布要参选 他登记了这件事情有关 否则怎么时间就刚好会斗在一块呢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不仅宏都拉斯的外长告诉你说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经济 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台湾要钱 但是台湾没有答应 所以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第二重点是 前美国再来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 他怎么讲呢 他就说其实啊 这个呢 不是因为蔡总统过境出访 而只是考量当地的情势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看 这个问题 这个杨明 听到这边 那我们当然就要问的是 那请问一下包道格说的话 算不算话 呃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评论者啦 他又毕竟他不是现任的 这个外教官 而且这个他只是把这件事情 跟蔡总统过境出访撇清而已 但老实说其实这个我反而是觉得国民党像这个委员 江启臣委员 他说的这一次外交部在月底蔡总统要出访的这个安排 就没有安排宏都拉斯表示早就知道会发生类似的状况 就是那已经是一个警报性的一个一个危险的国家了 所以包道格他只是说跟蔡总统出访出不出访这个无关 但是我们早就知道他早晚有一天会出事 而且因为他在 所以才要避开嘛 因为卡斯楚他在2021年底 还没有这个这个正式就职之前 他就说过他当选总统就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他这筹码一直就在玩这种所谓的两面手法 但是我觉得根本这次宏都拉斯的问题 除了是我老实说 我觉得宏都拉斯总统真的是不讲道义 其实是不讲道义 2009年6月 他的先生是前总统 这个卡斯楚先生被这个军事政变推翻 然后呢这个被罢免的时候 他的家人 他的女儿是在台湾大使馆政治庇护的 他的就是说现任总统卡斯楚的女儿 当时是我们台湾的大使馆给他保护 让他们不会免于被军事政变波及 可是去年他在跟这个赖兴德副总统 我们去祝贺的时候 祝贺他就职 他还讲说过去你们曾经帮过我们很感念 结果你看一年的时间 马上说翻脸就翻脸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利益的问题 毕竟他是宏都拉斯的总统 他要负责的是他过去竞选总统期间 开出的支票 而他开出的支票就是要降低一般民众对电费的负担 所以呢他开出一个条件嘛 说要我们这个帮他们新建一个三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规模的一个水坝 那那个水坝还有发电的功能 所以他们有他们有他们国内的利益考量 还有每年五千万美元的援助也要加倍 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说他会跟你这个伸手 那如果今天对岸提供这个更好的这个更优渥的这个条件 那让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跨过去 我觉得我们也真的不用去跟着加骂 为什么 如果宏都拉斯是美国 过去有很多的媒体都说 是美国帮台湾拉住宏都拉斯 然后呢 更好笑是去年还有一个新闻说 因为宏都拉斯这个缺钱 那个美国他们发起这个一个所谓的联合贷款 要去救援 然后说我们会我们会参与 台湾政府会参与 我们去协助 那到底那笔钱是不是几乎都台湾出的 是啊 然后现在光是账面上宏都拉斯还欠 中华民国六亿美金的债务 如果断交 请问这六亿我们跟谁逃 是啊 对不对 就变呆账吗 还是美国要帮忙还 不会啊 所以我说 这个我们就账要算清楚 今天不管建交断交怎么样的 我们还是要以国家的利益 伪优先 对 宏都拉斯过去跟中华民国有八十多年的外交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当然双方都是这个互惠互利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现在 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 然后就说翻脸就翻脸 是 顺风委员你看 美国的议员也在那边讲说 这个其实也要提醒宏都拉斯 小心是落入什么 落入对岸的圈套 然后问题是 他们又能如何呢 又会怎么做呢 美国就只是会喊一喊而已吗 不能以美吗 来 第一个呢 就先讲另外那个以美 为什么到美国去投书呢 这应该在说服台湾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以美嘛 那到美国去投书什么意思 是向美国先是效忠啊 对啊 向美国告状啊 说国民党不好 要选民进党的啊 是向美国先是效忠啊 是啊 这一群人是出卖台湾的政绩 就是这个啊 这个以美你应该对台湾 不要以美 不要以美嘛 来说服我们嘛 怎么去告诉老美啊 不要连到极点 所以这些人嘴巴讲的 是一回事啊 干出来的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个 三月一号民主文教基金会 才公布的民调嘛 很清楚嘛 台湾那社会是以美的嘛 而且认为不应该对以美 有任何的政治打压 跟挑战嘛 那是属于思想跟言论的自由嘛 然后大多数的人民相信 美国之所以对台湾这样子 是为了要用台湾 来压制中国大陆嘛 社会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他们发现 税务台湾没啥用 干脆去向美国表忠 这是我第一个 第二个 宏多拉斯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大事首期嘛 你觉得挡得住吗 为了现实利益 真的很难挡得住啊 就是你今天跟他拼钱 你也拼输人家嘛 对国际影响力 你也拼输人家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是用智慧来生存嘛 但是我看看很可怜啊 我发现中国大陆啊 是基于实力为基础 来建构他的国际战略跟两岸关系啊 那民进党呢 是以吹牛跟蒙骗为基础啊 来建立他的两岸政策跟国际关系嘛 你不觉得是这样子吗 天天告诉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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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荣誓阿公啊 阴廟啊 就是这样而已嘛 对 这一次就摆平了 事实上美国有没有替台湾拉红德拉斯 当然有 红德拉斯的选择 有没有他现实的考量 当然有 因为他是当家人嘛 那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被敲诈 当然有 怎么没有 先不要讲红德拉斯为了钱嘛 我们现在不是在南太平 还有一个小岛嘛 那个小岛现在也是直接开价啦 对 那个开价就可以 这个开价就没有道德 然后呢 那个哪里呢 那个立陶宛 比红德拉斯还小呢 开价就鼓鼓掌 既然都是开价 都是给钱 对吧 就不要把道德讲得那么漂亮啦 就是如此 大家要面对现实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面对对岸的实力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 我们用拐骗 我们用扭扭曲 然后来呼隆台湾的社会 然后每一次选举前 胡同过关就好了 在他想起来 永远只是想 选举我们能不能过关 从来没有想 台湾能不能过关 选举能不能过关是你民进党的事啊 台湾能不能过关 那是我们的事啊 台湾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CTI-798的代码